上次講到江南七怪來到莫北 即是現在的蒙古了 終於被他們找到郭紹天的兒子郭靖 歡喜到又笑又叫就瘋了一場 那跟郭靖一起出來玩的小朋友呢 就名叫拖女 他是鐵木爭的第四兒子 對 他們跟都市一班小朋友打了一場大交 心生不分 就整天想回去搬三哥倭闊台來幫忙打回都市 他見江南七怪追著他們 整天問三問四就古古怪怪的 講些蒙古話又不涵不淡 想到好人都有限 所以就猛地吹郭靖回去 肥佬韓寶區就急了 喂喂喂 哎呀你先走啦 整天吹命鬼那樣啊 兩個小朋友見他肥腾腾 矮磨磨磨 過頭好像大番瓜 浪在肩膀上那樣沒有頸 哎呀越看越驚 驚起上來就噹噹聲走 喂 找了你六年那麼久 你怎麼會被你走了得了的 韓寶區就想拉回郭靖轉後 朱聰就立刻拉著他說了 嘿嘿嘿 三弟呀 不用這麼喉琴的 等我來啦 講完 他就瓶瓶瓶瓶瓶走快幾步 追上拖雷和郭靖 就爬過他們頭 在地上撿起三粒石仔 嘿嘿嘿嘿嘿 小孩 我變氣了 你們看不看呀 小孩樣樣都好奇的嘛 郭靖和拖雷見有東西看 小孩呀 就停下咯 只見朱聰就攤開右手掌 放了三粒石仔在上面 孤狠等 叮 他捏住拳頭 再伸開手的時候 哦 三粒石仔不見了 朱聰又指下自己的帽 嘿嘿嘿嘿 來 捐了進去呀 跟手揭開帽 哦 哦 三粒石仔在帽子裡面 啊 這麼好玩呀 郭靖和拖雷又覺得很過癮 不走著 正在這個時候 咬 咬 咬 原來天空飛來一對眼 這一對眼排成一個人字形 飛過來 朱聰就靈機一動 對著兩個小孩又說 咬 咬 現在請我大哥 變個戲法給你們看一下 好不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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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聰在身上就找了一條手筋仔出來 交給拖雷 叫他去綁住柯鎮惡雙眼 拖雷又照著做了 咬 咬 咬 阿叔啊 是不是想玩捉衣欣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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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鎮柯自從眼瞎之後 練功夫練到聽聲認諱 比一般人更準確用眼睛看 朱聰用手巾綁住他的雙眼 一定是多此一舉 用來哄小孩而已 好了 閒話休蹄 話說那雙眼群已經飛到他們的頭殼頂 朱聰一仰手 將剛才玩的那三粒石仔 就丟了上天空 武功高手來的 自見三粒石仔 啪啪聲飆上去 那些眼群就受驚 戴頭那隻大眼就 啪 啪 啪 起勢地叫 想說戴上那雙眼轉個方向 嘿 遲了 柯鎮惡聽聲認諱 拉弓發箭 嘶 嘶 那隻大眼就中箭掉下來 好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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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雷和郭靖又叫又跳 然後就丟一聲跑過去 撿起大眼 交給柯鎮惡 嘿嘿 和這班人這麼好玩 真的嗎 現在這兩個小孩 真是趕他也不走 好爺 朱鎮一心想哄著郭靖 他又整色整髓 搞別的樣子花神 他就說 嘿嘿嘿嘿 那班人來幫忙這麼差勁 來 讓我教兩道散手給你們 保證明天你不用那班人來都打贏 什麼 我們兩個人打贏他們 好啊 好啊 快教我吧 叔叔 快教我吧 朱鎮見郭靖站在一邊 一邊就一聲不出 好像沒什麼人一樣 他就說 喂喂喂 郭靖啊 你不想學東西的啊 沒有 沒有學 媽媽說過不要打架的 學…學了打人 媽媽沒有喜歡的 是 韓寶他一聽 不喜歡了 細細聲罵 精無膽鬼 咦 朱鎮又問他了 喂喂喂 你說不打架 那剛才你們為什麼又打人呢 是 是他們打我先的 唉 江南七怪找這個郭靖 就是想他學武功的本事的 他說不學 那就浪費心機 熬眼粉 柯鎮惡就說 喂 如果你看到仇人斷天打 那怎麼辦呢 郭靖就馬上生氣爆爆地說 我…我…我就殺…殺了他 和爹報仇 說一下你就行 你爹一身武藝 都尚且被他殺了 你不學武藝 怎麼打得過他呢 你不學武藝 呀 握下手呀 那仇人連你都殺了呀 呀 蛤鎮惡地說 郭靖又聽得入耳了 他眼睛定定地想想想 不知怎麼回答人好呀 朱鎮就指著左邊一個荒山話 小孩子呀 你想學本事呢 今晚半夜上山來找我們呀 講明一下郭靖 你一個人來好了 誰都不要告訴別人 你敢不敢來呀 郭靖還是愚愚愚無出聲 拖雷就好生猛呀 他就說 叔叔呀叔叔 你快點教我兩道散手給我啦 朱鎮沒有出聲 失驚無神 拉著拖雷的手一扯 左腳輕輕一勾 拖雷就整個皮靶蹲在地上 他爬起來就發生氣了 你…你幹嘛打我呢 這些就是散手來的小孩子 拖雷你學會了沒有 啊…這些就是散手呀 拖雷就認真聰明 拖板主壺就做了一次 哈…好快就像模像樣了 跟著他又說 叔叔呀叔叔 你再教點我吧 朱鎮就照他的臉上 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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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手 拖雷就立刻向左邊一閃 誰知朱鎮右拳組就到位 剛剛打正他的鼻哥那裡 不用怕 不過這一拳呢 就因著力沒有打傷他 拖雷又記住 跟著呢 又打幾下 又學了這一招 聲東擊西了 好開心呀 叔叔…叔叔呀 你再教點給我吧… 再教點給我吧… 朱鎮後他不在意 一抹低身 拿個肩膀頂下拖雷小艷那裡 小艷那裡神經很敏感 拖雷又當堂掩著肚子 原來撞這裡就這麼緊要 拖雷又學了這一招 他起身又要朱聰再搞 朱聰就說了 你貪心不足蛇吞象呀 你學了這三招 大人都未必打得過你啦 對了 郭靖 你學會了沒有呀 只見郭靖眼光光 拎下拎下的頭 唉 江南七瓜見到呀 心都探了 有什麼事呀 他們用了六年牆 走了幾千里路 千辛萬苦找到這個郭靖 誰知道整個薯頭蜜的樣子 還有鬼心機嗎 韓小型就忍不住 唉 嘆聲大氣 眼圈都紅了 街市仔全金髮就說了 人家四方目踢下都會動 他連踢都不動 我說 蝕本生意不要再做了 快快脆脆接他兩仔拿回去 他就交給邱道長 比武的事呢 我們認輸算了 朱聰就搭嘴話了 唉呀 一於是這麼說 一於是這麼說 這個小孩知質麻麻 不是學武那塊料來的 韓寶區又說了 最壞人 他就是生人不生膽 叫他今晚上山學習 他一聲不出 有鬼用的嗎 咦 他們這樣彈郭靖 不怕郭靖聽到嗎 不怕 他們是用江南土話來對答 不用怕 韓小營見大家沒有來心機 一時還沒有定奪 就叫拖雷和郭靖先走 阿鎮我聽不見南欺人出聲 他就說了 四弟 你看怎麼算好 多好 什麼多好 我說那個小孩多好 韓小營就急了 哎呀四哥 你說話 整天都半吵吵 怎麼好呢 我小時候 又是這麼笨 這個打柴佬南欺人 向來都不是幾輕聲 不過開聲 都是想過度過再說 故此陸怪 一向都很相信他說的話 現在他說郭靖好 大家才有些心機 湯牛佬張阿生 又和大家打氣 沒錯了 四哥 歷來都很有眼光 如果說蠢 什麼時候蠢得過我張阿生 朱聰又說 哎呀 說什麼都假了 看看那個小孩今晚 夠不夠膽上山 來找我們才算 那又是呀 這麼辛苦才找到郭靖 當然是幾打都要看準才說 那天一入黑 七怪就在這座荒山等郭靖 一路等到賀爾時 賀爾時即是現在晚上九點到十一點 還沒見郭靖上山 還沒見郭靖上山 朱聰就說 哎呀 江南七怪 一輩威風 想不到輸給丘廚基這個臭道士 哎呀 沒多久 那天越積越厚雲 還起了風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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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下雨一樣 韓小營更加緊張 哎呀 壞了 如果天下雨 那個小孩還更加不來 張亞生就說 如果他不來 我們明天就去找他 大哥柯鎮惡就說 哎呀 人笨 就沒什麼所謂 如果這個小孩 又膽小又怕黑 哎呀 那就 不見郭靖來 江南七怪 現在個個都捱捱聲 就沒來心機了 忽然 韓寶區就指著一堆草林說 咦 你們看那些是什麼 月光之下 這堆草林裡頭 有三堆白色的東西 形狀的古古怪怪 街市仔全金髮就摸過去看一下 哦 原來三堆都是死人的枯流頭骨 一那個個塌得齊齊整整 他就笑笑話了 嘿嘿 我以為是什麼 原來是小孩 撿來玩的枯流頭塌在樹 嗯 什麼這樣的 你們過來看一下 聽見全金髮這樣說 除了柯鎮惡之外 其餘那五個人一起走過去 全金髮拿起一個枯流頭 遞給朱聰看 這枯流頭的頭殼有五個咕窿 形狀好像被人用手指插穿 那樣的 朱聰伸出五個手指插入那些洞裡 剛好五個手指插進去 看來就不是小孩玩成這樣 朱聰又拿起第二個枯流頭 同樣是有五個咕窿 他就起了疑心了 嗯 難道是被人用手插穿的 嘩 如果真是被人用手插穿的 世間上又哪有這麼高武功的人 朱聰在想著的時候 韓小營又說 哎呀 這麼多枯流頭 當然是那些猛獸山怪食證的 韓寶區就馬上搭嘴說 是呀 沒錯了 沒錯了 一定是猛獸作怪 全金法就說 不是呀 如果是猛獸 怎麼會把枯流頭放得這麼歸一 柯鎮我本來沒有走過來的 聽見全金法這樣說 就馬上急急走過去問 嗯 那些枯流頭是怎麼放的 全金法就說 大哥呀 一共是三堆 排成品字形 每堆九個枯流頭 啊 每堆 是不是嵌成三層呀 下面五個 中間三個 上面一個 是啊大哥 你怎麼會知道的 唉 說來話長 現在你們幾個分開兩邊 一邊向東北方 一邊向西北方 兩邊各走一百步 看看那樹有什麼 全金法朱聰地六個人 見大哥說得這麼厲害的樣子 不敢怠慢 三個人一邊向著東北和西北兩個方向 數著腳步一路走過去 一會兒兩邊的人都大聲喊了 大哥呀 這樹又有三堆枯流頭 不要大聲喊 通通回來 全金法的六個呢 有琴琴聲走回來 阿鎮 阿鎮就小聲喊 大哥呀 這麼緊張 是妖怪呀 還是仇人呢 我雙眼就是被他們弄盲的 什麼 六個人聽到呀 誰人都心寒呀 為什麼 他們六個雖然和柯鎮惡移結金蘭 情同手足 從來沒有人問起 他的雙眼是怎麼盲的 因為柯鎮惡不喜歡人問的 直至今時今日 才知道他的雙眼是被仇人弄盲的 喂 柯鎮惡武功這麼高 人又夠老年 都居然被人弄盲雙眼 可想而知 他的仇人是多厲害呢 只見柯鎮惡拿起一個枯流頭 摸摸摸摸摸 右手五隻手指就插入枯流頭的五個洞裡 啊 練成啦 練成啦 直至都被他們練成啦 啊 你們剛才走過那邊 見那些枯流頭 是不是又是堆成三堆的 韓小營就說了 是啊 大哥 那是不是 每堆都淋九個啊 不是啊 有一堆只有八個的 全金法又插嘴過來說了 大哥啊 我看那邊呢 堆堆只有七個而已 有些枯流頭 還沒爛掉皮肉的 這樣啊 呵呵呵 等一會兒 他們就會來了 六弟 你幫我放好這個枯流頭 先 別被人看出有人動過 全金法呢 就幫他少少心心 放好那個枯流頭 大哥啊 究竟誰是你的仇人呢 銅絲 鐵絲 朱聰就嚇了一跳 什麼啊 銅絲鐵絲還沒死的嗎 是啊 我都以為他們死了 誰知拿來這書 躲起來連九陰白骨爪 各位兄弟 你們快騎馬向南邊跑 起碼跑開一千里 然後等我十日 第十日都不見我們呢 你們就不用等了 大哥啊 我們七個人喝過血酒 發誓同生共死 你為什麼只叫我們走呢 唉 不要說那麼多了 你們快點走 遲些就來不及了 韓寶他是牛精佬 他就說了 大哥啊 你以為我們是無情無疑的小人嗎 快點走啊 大隻佬張亞生又說了 江南七怪 就算不夠人打 至少是留下七條命 哪有說走人這麼壞 不是呢 和施鐵絲這兩個人 本來武功就夠厲害了 加著現在他們又練成九陰白骨爪 我們七個人 實不夠他打的 那何必白白送死呢 哈 這個柯鎮惡平時木空一切 從來都不知道書字是怎麼寫的 就算尚且家興發華子 遇到邱柱基這樣的武林高手 一樣夠膽跟他搏 為什麼今天一反常態 這麼顧忌這個銅絲鐵絲呢 那看來這兩個人的武功非同小可 只柯鎮惡想了一陣 他就說了 唉 唉 我都知道 我們七兄弟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 唉 叫大家走實是不行的了 既然大家不走 那就要認真恩住才得下 那個銅絲是男人 鐵絲是女人 他們是兩夫妻 當年他們剛剛練九陰白骨爪的時候 被我大佬柯辟邪和我撞見 他們就打死我大佬 弄盲我雙眼 唉 不說那麼多了 總之等著 最緊要跟著他們的九陰白骨爪就行了 六弟 你現在向南走一百步 看看那樹是不是有副棺材 戒士仔全金法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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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一路跑就一路掃 掃了一百步 嗯 那裏不見有棺材 他細心看下 見到地下有條大麻石 麻石下面會不會扎著別的東西呢 蛤 他用力抬一下麻石 動都不動 然後轉身押著手 那六兄妹一齊就走過來 張阿生 韓寶區就幫他搬一條大麻石 一二三 三個人發行力就撤起那條大麻石 這隻月光 見到麻石蓋著一個泥坑 泥坑裡頭等著兩條死屍 那些死屍是穿著蒙古人的三褲 鵝鎮我就啵聲跳到泥坑裡說 各位兄弟 等著銅絲鐵絲來練功的時候 就要拿死屍用的 我躲在這樹 實驚無神攻他們要害 你們就在附近埋賣 等我一動手 大家就一起湧過來 出手的時候有這麼浪得這麼浪 不然我們七兄弟就是這麼大的 嘩 銅絲鐵絲這麼教官 朱聰、韓寶區、南希人 張亞生、全金髮和韓小營 一起順頭答應 他們輕輕搬起一塊麻石 蓋好坑口 留下一條瓦子給柯鎮岳透氣 他們各人就拿出兵器 在泥坑附近就找地方躲起來 韓小營見柯鎮岳這麼顧忌 銅絲鐵絲一直覺得很奇怪 躲起來之後 他就靜靜地問朱聰了 二哥 銅絲鐵絲是什麼人 哦 我都不太知道 聽說他們兩個人合起來 就叫做黑風雙殺 當年他們在北方無惡不作 害死很多人 這兩個人心狠手辣 武功高強 做事又鬼鬼馬馬 真是來無中去無影的 上幾年 一氣不見他們出來江湖 大家還以為他們做得陰質事多 死了 怎麼知道他們原來躲起來莫北 連那些九陰白骨爪 有啊 是啊 二哥 那銅絲鐵絲有沒有正經的名字呢 有 銅絲呢 叫陳彥鋒 他臉色黃琴琴 黃到黃銅那麼色 那臉目獨獨沒有表情的 好像薑絲一樣 故此人家就叫他做銅絲 鐵絲呢 就叫做梅超風 他臉色烏淚淚 整個黑臉神 人家就叫他做鐵絲 他就知道了 哦 二哥 那他們練那些九陰白骨爪 是什麼功夫來的 哦 這層我又不知道了 韓小營講一下 動一下身 無意中就見到那三堆骷髏頭 唉 那些骷髏頭一個二個洞 癌癌癌癌癌癌 肉酸酸 他馬上另一面不敢看 細細聲又聞朱聰 二哥 為什麼大哥從來都不提這件事呢 難道 朱聰突然間左手掩著韓小營把嘴 右手指著山腳 借著月光 韓小營見到一個肥肥大大的黑影 由沙漠到 撒聲移埋山腳 好快趣 各位 是不是銅絲鐵絲來呢 明天再說了 明天再說了